2月22日下午,金色眼镜蛇2020多边连演参演分队在陆军第75集团军谋旅举行了出征动员仪式 23日早上,参演分队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出发,乘坐空军运输机飞往泰国参加次次连演 据悉,自1982年以来,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每年举行一次,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从2002年开始以观察员身份参加,2014年派出时兵分队参演 今年的金色眼镜蛇2020联合军演仍由泰国和美国联合主办 包括联合时兵演习和人道主义民事活动两大部分 主要涵盖高级论坛,两期登陆作战演习,以及人道主义工程员舰和救援减灾时兵演练等内容 共有29个国家8900余名官兵参与或以观察员身份观摩演习 此次连演,集团精共派出25人参加 分别参加桌面推演、石兵演练、工程研卷和高级论坛等活动 同时还为泰国彭斯洛府瓦特东可一小学研卷一所校舍 并捐赠部分教学用具和生活物资 通过参加石兵演练和工程员舰,充分体现我积极参加周边地区安全防务合作 加强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交流 为参加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提供中共方案和中国力量 自接受此项任务以来,陆军第75集团军高度重视 通过层层选拔淘汰,最终确定了25名官兵组建的参演分队 分队组建后,高标准完成了专业强化、疫情防控、物资筹备等准备工作 重点队工程施工、破拆鼎撑、水上救援等十余个专业课目进行强化训练 系统学习了多国部队标准行动程序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救援行动程序方法等必备支持 为参加连演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希望在执行此次演习任务过程中 通过与外军混合编组共同作业 彼此之间能够加强沟通交流、取缠补短 进一步提升我们税行各类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能力 据悉,此次连演活动将于2月25日至3月6日在泰国举行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